妳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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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習慣嗎 因為我們通常是 鹹的很懂 其實是鹹的 是妳的味蕾有問題 喂 我把妳的出連力了 第二 大家好 我是青炫 國光女神現場 年齡已經第二首 你購買贏了嗎 我出門 是 青炫 從頭到尾沒有看到那一張 妳在那邊一直晃一晃 妳現在再好好介紹一次 來 大家好 我是青炫 拿好 國光女神2015限定百年曆 已經第二刷了 第二刷了 請問妳購買了嗎 原來妳是講這個 好 好 好 對 就是發現剛剛有一個人 就是在罵大街 沒有了嗎 對啊 好 今天我們國光外交大使 今天要做的事就是呢 誰能征服我們這些外國正妹的胃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台灣是美食天地 是 真的是太棒了 每一個人在台灣的第一印象就是 小吃很好吃 對 那這個 國外的朋友來到我們這邊呢 也是覺得小吃很特別 雖然有些人不太能接受臭豆腐 雖然有些人不能接受皮蛋 對 我覺得這個都是美味 不過因為國情的不同 像他們歐洲有一些起司 我們也沒辦法吃一下 對 像有些地方一些食物 我們也不一定能夠承受 這個沒有關係好不好 但是呢 大部分百分之九十九的食物 是受到大家的喜愛 對 好 那請問五位 是 當有國外的朋友來的時候 你們通常是怎麼處理 不是 你們真的 如果有什麼事情 那請問兩邊都是男的兒子 不是 就是國外朋友來的時候 你們都怎麼樣就是招待他們 他們對台灣有一個很 很好的印象 很深的印象 是不是 我們是要善待外國的朋友 而且其實不只是外國的朋友 就是 譬如說包括是我想要追的女生 是 我都絕對 我都絕對 不是 我都絕對把它帶回花蓮 花蓮 為什麼要花蓮 因為其實我對 我是花蓮人 然後我對花蓮太熟了 遼若執掌 而且他們就是 譬如說 我們就會先帶他去那種 海岸嘛 跑來公路走一走 他們就很開心 然後就 下來看個海好了 看一看 我就 嚇死人了你 然後他們就覺得 會印象到在 起來的時候 拿著幾顆 這些線婆給他們吃 我可能不插的 真的 那我誠意啊 沒有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也是有可能 然後他們就覺得 很驚奇 很特別 然後再走走走 就會很多那種原住民的料理 一些風味餐 是 那現在其實風味餐 其實都做得很像 就是法式料理 對 而且都是很老啊 你知道嗎 他們就會覺得很特別 好吃這樣子 說真的 花蓮算是台灣非常漂亮的地方 真的 也應該講花東那一帶 是現在台灣這個 是啊 希望那個 好好的維持它 冬天有溫泉 夏天有溪水可以玩 是 你把溫泉講掉下一個怎麼辦 對 那你這個沒等的吧 路易斯的問 你根本就剛剛看本路易的 沒有 你該不會在講烏山頭水庫的 黃大道是不是 那請問您會怎麼樣 因為我們之前打球的時候 常常會有一些 對 來對不對 那我們總是要招待人家 可是我們又不能帶他們到太原 大概就是台北近郊 是 那之前我們比賽也都像這樣冬天 很冷 很冷 比完賽就帶他們去泡個溫泉 到烏蘭是哪裡 而且你看如果像那種 就是溫泉餐廳 他們也有一些風味餐 你泡完溫泉以後 吃個喝個熱熱的雞湯什麼的 這樣很棒 可是呢之前就有發生一件事 來的都是那種210公分的黑人 然後我們就 我們就先去 我們台灣的全人 就先在那邊泡泡泡 然後就坐在石頭上面 在那邊聊天 打蕉看 不會發現有烏龜 然後這個時候 不是 不是 這時候我們的那個洋家他就來了 本來屋圍著一個浴巾 一脫掉走出來 你就看到我們每一個 原本是這樣聊的 就全部剩下去池子裡面了 回避一下 回避一下 那邊都是他們的啦 怎麼可以有人泡溫泉 帶個貢腿來的 怎麼可以 黑天爐對不對 真的 大屋見小屋 對啊 大屋見小屋 那到底是什麼 我們一直在看你知道 對 一直看半天 那到底是什麼 對 我們就還是泡水裡 如果第一次還會說 你怎麼帶棒子來幹什麼 對啊 No Sorry 對啊 你幹嘛泡溫泉 ㄎ個那個蓮蓬頭幹什麼 泡溫泉 整根蓮蓬頭ㄎ走幹嘛 斬開跟蓮蓬頭一樣 他太可怕了吧 你講了他們都沒法命嗎 因為他們司空見斷 你有法命 你有法命 有日本的喜歡 對 黑人黑人 不過說真的 以台北近郊來講 烏來也算是一個非常奇特 非常美麗的地方 舒服 那個也是整個山城非常美 而且有時候烏來下個雨這樣子 其實泡個湯 很漂亮 那那個Model 謝謝 謝謝 Model是帶人家去參觀那個 高比試 賓館 什麼東西 嚇死了 進行廳的 對 不要講 其實有很多外國的朋友 其實來台灣的時候呢 我自己一定 比如說好朋友的話 我會帶他們去日月潭 喔 為什麼我會帶他們去日月潭 為什麼呢 那邊有很多的民宿 所以逃不掉 不是啦 然後呢 基本上 日月潭那邊呢 我的親戚 我的舊媽他們也都在那邊 對 你是台中那邊的人 對 台中那邊的人 然後我的表哥呢 他是 他有漁夫 有漁的證明 漁夫執照 執照 所以他可以呢 開那種小船呢 更逃不掉 你看 你不從我就把你推下去 對對 而且你知道嗎 不是啦 日月潭那個那個呢 晚上呢 我們會帶他呢 去撈魚 喔 最厲害的是 我表哥他那種魚 魚網撈喔 就那個一隻 一隻長長的竹竹這樣撈 然後可以撈到 最大到十斤跟十二斤的魚啊 哇 這麼大 十斤啊 十斤這麼大 什麼魚啊 而且那個魚多了 而且我們一般 最時常的就是撈到那個 紅魔鬼魚 紅魔鬼魚就是類似 類似它這是 雕類的就是那個 外來種的 所以他把整個日月潭的生態 弄壞了 有點像那個尼羅河魚 對對對 就是像那種的 對 那種呢 那個魚肉還真滿好吃的 好吃的 然後你再繞上來馬上獻殺 馬上清真 風味餐 厲害了 而且以前那個日月潭不是有床嗎 對對對 後來現在禁止了啦 現在床都不行了 對 猜掉 住一個晚上 對 直接釣魚 對 不習慣的人 我曾經就住過那邊跟我朋友去住 這樣晃晃晃 因為他那個 有水嘛 晃晃晃 他在那邊吐啊 山豬 是 山豬這個外國朋友來的話 是怎麼樣招待 如果 如果我 我有外國朋友來 我會想要帶他們去 就是目前還沒有發生 但是我有想過 對 If If you來 If you來 我可能會帶他們去比較特別 因為我是台南人 台南人 你去中央山脈嘛 就是 因為台南你可以到台南市區 然後他們就有很多古蹟啊 比如說 延平君王池啊 或是什麼安平古堡這些 當然 當然也可以 因為我是住比較鄉下的地方 哪裡 鄉下哪裡 後壁 後壁 後壁啊 接近那個 就是接近那個嘉義那邊 就是我們虛部那裡 靠近新營那裡 對 所以那邊有很多那個農田啊 有時候他們種完 收割完之後 就是會種那個 油菜花 然後它就一整片很漂亮 黃色的 對 而且休更期間 它需要非常的養分 是 所以會種那個阿很漂亮 然後就帶他們去 孫一下山水 對 OK 你也孫下去了 那另外 另外我爸是那個 台糖的員工 是 就是糖廠的 我會帶他去做那個 吃個冰棒 對 吃冰棒 然後糖廠小火車 是 然後去走這樣 然後看風景 對不起 台糖跟土瑤機 我跟你講 這倒是真的有 因為土瑤機 那個台糖前面有那個甘蔗田嘛 他的土就是這甜的 所以他們都會在那邊辦一些 土瑤機的活動 控窯 對啦 控窯 控窯 控窯跟土瑤是不一樣 所以不就是一樣啊 不一樣 不一樣 你說一樣 可不可以說一樣 一樣 一樣也不一樣 對 你也成語啊 你是不是就是三名 三名 對 那楊子儀呢 我白天會想要帶他們去 就是博物館或是 其實我自己 博物館耶 我自己最近還滿喜歡 博物館 因為其實台北市有那個 袖珍博物館 對 一進去就來 我們去 不是這樣 而且我發現台北很多博物館 是不用門票的耶 對 像我前 上個禮拜我去那個 鷹哥陶瓶博物館 然後它裡面 它其實辦很多展覽 就是其實每年 不一樣 就是各個國外設計師 做的設計都會在那個地方 然後其實那個老街那個地方有很多 算是台灣很有名的那種設計師 做青銅器那些 沒錯 然後要不然就是 就是白天是那種文化行程 去九份逛老街 然後跟他們說 因為我最近才知道原來 宮崎駿的很多漫畫的那個場景 是在九份 那我要請教各位國外的朋友 就在台灣這些地方 你們印象最深刻 朋友帶你去或你們覺得 最漂亮的是哪裡 有很多 是 一個男的朋友帶我去南投的 原住民部落那裡 男的部落 對… 然後呢 我的那個在面前 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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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大家兩個就殺 請 我們其實現在也可以幫你表演 你知道嗎 我們在你面前殺 對 我們面前 因為那個尊重有嘛 他們很歡迎那個日本人 對 我面前突然 然後山就不會死 所以小朋友 然後那個刀子 然後之後 瘦子下去 小朋友 一下應該不會死 再多兩下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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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一下 我真的覺得太可怕了 但是那個地方 也是算是很有特色 特色 真的 印象很深刻 是 來自巴拉圭的羅小姐 羅小姐 你去過什麼地方 你覺得很漂亮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朋友都帶我去逛夜室而已 逛夜室 夜室也很好 夜室也很好 因為我們國家沒有夜室 所以我… 我覺得滿特別 接下來來自俄羅斯 小安 你好 你好 戰鬥 小安你好 你台灣最喜歡哪裡 最漂亮你覺得 就是有很多地方 因為我去過 我好像去過 全部的地方都去過 全國地方都去過了 全台灣都去過了 那你最喜歡是哪裡 你來台灣多久了 滿久的 因為我來過很多次 很多時候還會 你是來工作嗎 還是… 也有工作 也有… 談戀愛 不是 來玩 其實都有 都有 一定要談戀愛的 應該有 沒有 讀書跟工作 那你去過台東嗎 對…我最喜歡就是台東 因為他們有很多農場 然後有很多有機的很新鮮的菜 是 真的… 超好吃 超好吃 對…健康 對… 那這個美國的小姐 你好 你是真的美國人 你是哪裡人 不是… 你不要講 那中文也不會表演 好厲害 替許維恩約會吃宵夜 原來都是這一味 她是不是可以打一顆蛋黃 這樣下去這樣 可愛 老頭 這後路配 美國的小姐 你好 嗨 哈囉 像…我印象比較深刻 應該就是 曾經有男朋友 然後帶我去九份 你是真的美國人 不是…你是哪裡人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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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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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的… 你講的那個… 中文啊 對…因為我… 比這些人多好 太多了 聽不到槍耶 對… 應該還好 因為其實我很小就… 就過來了 OK 對啊… 所以其實也大部分被太花 是… 那你最喜歡的是九份 對啊…九份 所以跟楊子儀去過 沒有跟我去過 不是… 不是…我沒有帶她 不是… 不是… 如果是…你說跟我去 是我的榮幸 對… 你怎麼沒有跟我去過 幹什麼… 坐在俄羅斯的後面 會不會覺得怪怪 想不想輸贏一下 什麼… 奇怪 開玩笑… 另外你來台灣多久 大概…一個月 一個月… 大概一個月… 一個月… 一個月… 你怎麼會講中文 嗯… 一點點… 只要男朋友… 一點點… OK… 怎麼會來台灣啊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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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最… 你是模特兒… 呃… 對… 你改模特兒… 沒有…我們同公司的 真的… 對… 對… 對不起… 台灣最有印象是什麼 我喜歡… 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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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根 對… 很漂亮 很高… 很大根 烏克蘭有那麼高的大樓嗎 沒有… 沒有… 很好… 我們還是世界前十名耶 嗯… 不錯… 對… 那你喜歡吃小籠包 對… 很喜歡 接下來呢… 各位女士 今天他們每一個人都要帶一個 很好吃的台灣的料理 給大家品嘗 好 那首先 第一棒 我們就邀請的就是 不是別人 就是他 現在已經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主持人 他的… 他的節目 每一集收視率都一點多 厲害… 而且長年在國外錄影 完全不把憲哥看在眼裡的 KID 好像得獎的感覺 對… 今天的KID要先幫我們介紹一個 這個台灣有名叫什麼 我跟你講 牛肉麵 來自於哪裡 它來自於就是中立老台的 新民牛肉麵 新民牛肉麵 現在是在永和有一間非常非常好吃 永和保平路那裡 對 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美食家 Paul哥跟玉琳哥 他們就是算是老饕嘛 對不對 然後他們就是 常常會帶我去吃一些美味的東西 是… 他們推薦的東西是絕對好吃的這樣 那是… 然後有一次我就跟他們去吃中和 永和這間牛肉麵 是 然後我就發現說 這間牛肉麵是真的真的非常好吃 因為一開始我就覺得說 牛肉麵台北市很多都有啊 為什麼特別要去吃這一家 對啊 我去吃這一家我要先坐捷運 再轉那個計程車 對啊 交通費都比這碗牛肉麵90塊還貴了 但是吃了以後呢 對 所以我想說又便宜 然後我想說真的值得 而且我跟你講 他厲害就是他一碗90對不對 他小菜一盤50 厲害不厲害 其實你說太貴很便宜 很便宜耶 牛肚耶 但這邊是有兩份啦 對 然後你看 而且他那個老闆非常非常好 酸菜 他就是弄得非常的就是好吃之外 他就是那種很大方 就是一鍋就在那邊 你就隨你家 這酸菜好吃 對 你有沒有加辣椒 有啊 有沒有 辣椒他沒加 那是那個牛油 那是牛油 對 那個東西加下去真的好吃 這個牛肉就厲害 你看 半斤半肉 對啊 因為有些牛肉 我會吃的覺得會很彩彩 吃完 你在幹嘛 吃一口 你們還好 不是你們 你們給麵給一點誠意好不好 給這樣的小碗要吃什麼啦 對 那個因為越點越後面 現在可以算是台灣的一個代表性 對 沒錯 而且現在就是他不是說 要用便宜的便宜便宜便宜 但是便宜之後他的肉就會弄得比較不好一點 就彩彩的 但是這一家不是 你知道嗎 他就是算是九十塊很便宜 對不對 他的肉是半斤半肉 超好吃 而且我覺得 配他的肉 小菜一定要配他的辣牛油 對 這個厲害 對 這個你如果沒有去吃 一定要挖一點這個吃 配這個 好香喔 這間還滿多人愛吃的 他開玩笑 這永和那間 這一間我想不得了 夠味道 夠味道 這個雞呢也是在巴德路那邊有一間就是 就算是一個麵館 然後裡面就是 這不同家的 這不同家 這怪味雞啊 對對對 這就是怪味雞 這間鋁鎖那邊嘛 對對對 一開始我看到的時候 我還覺得有點怕怕的 這就是 LITO GOO LITO DRAGON 對 對 然後因為我剛開始看到綠色的醬 我覺得 怎麼那麼怪有點不太敢吃 結果一發 一吃下去之後 酸酸的 然後辣辣的 然後非常的就是下飯 這清醬耶 對啊 清醬 用蔥花磨成的嘛 對 還有一些蜜方對不對 對 而且我跟你講我之前完全不吃雞胸肉的 居哥你很像老兵 為什麼 你看 吃吧 因為他等一下還沒看 好吃嗎 他這個怪味雞 他這個怪味雞你去他店裡 他都是用雞胸肉 但是因為我們球隊常去 所以跟老闆熟 我們去都講說 我要怪味雞腿 你可以叫他作用雞腿 要這樣特別交代一下 好好吃 還加一個升級版 所以你看這些打球的多難伺候 對啊 而且我覺得這兩家這樣配起來 剛好可以你知道 跨搜尋一下 這兩個都可以吃一下 這個是小龍 小龍麵館 對 那我們從小吃到大 這真的還可以好吃 對啊 我們小時候 其實我們球隊太多人去這裡吃 都在那邊喝酒配菜嘛對不對 他都營業到天亮嘛 而且現在喔 這個厲害 真的 口味都沒有變 對 真的好吃 真的很好吃 有吃到那個雞嗎 很好吃 要吃那個綠色的那個醬 好 以上太好吃了 謝謝 謝謝 這應該是我的高分 好 各位要記得這個味道好不好 第二個推薦者 第二個推薦者 這個就厲害了 為什麼呢 看他的身材 就知道 他很會吃 而且他現在是在主持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美食節目 是不是 好得了 一個人帶兩個那個 差比人 是… 差比人 算了 好 今天呢 要我們介紹的什麼樣特色的東西呢 我今天要介紹的呢 第一啊 就是在饒河夜市 那就好吃喔 對 饒河夜市 而且饒河夜市這麼多對不對 我們要怎麼挑選呢 我們就從老店開始挑 它這一家就是老店 它應該有 快一百年的歷史囉 它的油飯 油飯耶 油飯超好 我跟你講 因為現在房間 油飯其實很多 但是很多油飯 你去吃那個 它沒有特別的香味 是 它一定要加那個很多醬 吃了才會有那個味道 但它這個油飯好吃就在於 它加麻油下去 一起拌炒 好像油飯是台灣特有的吧 我沒有在別的地方 其實我跟你講 香港人有炒糯米飯 但是跟我們完全不一樣 我們這個 這樣的吃法是獨一無二全世界 對不對 但是油飯是不是肉粽 沒有 當然同樣是用糯米 對 這個要問Model就知道 因為油飯它本身是這樣炒的 那我們吃的那個所謂的肉粽 它也是糯米 它只是把它包成粽子 那如果你把它分開來講的話 其實它有異曲同工之面 是 可是粽子裡面還有別的東西 對 那油飯就很單純的香菇 或什麼樣 而且粽子是用水煮 要不然就是用蒸的 那是分比部粽跟南部粽 對 水煮的是南部粽 但是油飯是炒的 對 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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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一家 流開了嘛 不然有一次我看到一個商家 他也是專門賣油飯 但不是今天這一家 對 他有一個特色 他每一鍋的油飯都現炒給你看 從這樣 分給你們吃 賣完了再炒 馬上炒 這樣嗎 對 你在等的時候就已經 對 他就一直聞那個香味 對 從蒸好的油飯開始炒 炒到最後是 可以吃的油飯 那還得去對時間 對 你坐下來就好 對比這一鍋炒完 等下一鍋 站到最後一鍋 還四分鐘 還四分鐘 這樣好不好 可是他很快 大概十分鐘就炒一鍋 就炒 生意太好 好 來 各位 請嘗試一下油飯好不好 油飯來了 來 大家請 來 看這個顏色 他其實這顏色沒有很深 對 但是看起來很可口 對 看起來很棒 然後你仔細去聞那個味道 它有一股就是蠻濃郁的 那個麻油的香味 它會有一點點的酒味 剛剛應該蠻鹹的 有 有酒味 有對不對 麻油味好香喔 濃郁的喔 所以它是你不加醬 它都好吃 是… 然後除了這個油飯呢 等一下呢 我們可以稍微來一點 對外國朋友 有一點重口味的 就是這個 碎骨鳳爪 碎骨鳳爪 對… 它這一家也是非常厲害 它… 鼎 有咖哩 我跟你講 奇怪了 我從來沒有遇過那個麻辣鍋店 進去都在吃雞腳 對 對不對 不點麻辣鍋 那個幫我弄一堆雞腳 對 而且一進去先問第一句話 哪怕那雞腳還有啊 對… 那我就放心了 對 可是… 牛肉飯好吃 無為外國朋友敢吃這種雞腳嗎 我就是要挑戰他們的 大家一吃好可怕 有一點 你覺得太大了 肉在哪裡 肉…有肉嗎 就直接啃 吃它的皮 它肉… 你如果吃其他家的外面的雞腳 有一些它那個肉很少 對 但它這個個頭很大 而且你吃到它的肉 對… 外面都是肉嗎 它都是肉 是皮 還有膠質 它對女生的皮膚非常好 我很多內地來的朋友 但是為什麼它是黑色的 為什麼它是黑色的 因為它用醬油啊 很多醬料質 還有一種雞是黑色的 烏骨雞 烏骨雞 有一點噁心 不敢吃對不對 我就是覺得他們應該會害怕 但是吃了也會愛上他們 馬來西亞你們吃吃看這個 這個飯 不敢吃 飯很好吃 飯很好吃 它有一個很濃郁的麻油香 對 其實很好吃耶 好吃對不對 而且那個 看起來跟那個味道不一樣 對 而且重點它真的 一嚼下去有很多膠質 膠質它對女生真的皮膚非常好 真的 不要害怕 你們要來台灣就要吃它 沒錯 這個油飯是 然後而且也是 是 很香而且很特別 在那個油飯界來講 它是非常毒素 非常厲害 然後這個 這個鳳爪 碎谷鳳爪 就是我們頂旺 這大家好朋友 在達安路 對… 我跟你講這個地方 它的麻辣鍋其實很有名 可是它的這個鳳爪 跟它麻辣鍋是奇名 一樣的對不對 對不對 我常常去的時候 鳳爪它有點沒了 老闆娘都跟你說沒了 對 然後再偷偷來問你說 好啦 你鳳爪要幾隻 我弄幾隻給你啦 因為太多 大家都想要吃 OK 很入味 你這樣的個頭 鳳爪要吃幾隻 應該算金的 我們之前去 我跟我女朋友兩個去 兩個人加起來 可能有 十七八隻喔 所以… 所以她去對不對 這個… 人家就說 欸… 姐姐你要幾隻 老闆娘 你就見外 我們講金的 哈哈… 白雲大推了美食 招外國妹 打槍不賞臉 紅豆圓仔 她感受得咧 好喝 好喝 剛剛好 我不喜歡 你不喜歡 你來… 我喜歡 我光… 幫忙 它的麻辣鍋其實… 可是它的這個鳳爪 跟它麻辣鍋是奇迷 一樣的 對不對 常常去的時候 鳳爪還有沒有沒了 老闆娘都跟你說沒了 對 然後再偷偷來問你說 好啦 你鳳爪要幾隻 我弄幾隻給你啦 因為太多 大家都想要吃 OK 很入味 你… 這樣的個頭 你要吃幾隻 鳳爪要吃幾隻 應該算金的 我們之前去 我跟我女朋友兩個去 兩個人加起來 可能有十七八隻喔 所以… 所以她去對不對 那個… 等一下就說 欸… 今天你要幾隻 老闆娘 你就見外 我們講金的 今天只要… 一斤就好了 對 油飯OK 但我記得我曾經 就一大早 然後就吃油飯 就覺得肚子不舒服 好… 糊米來消化 太硬了 我就不知道 你知道嗎 咬碎臉再咽下去 可是我們小時候 有時候吃早點 是吃糯米飯 我們常常早點吃糯米 我們的胃可以 他們的胃不習慣 不習慣 而且其實糯米 糯米熱熱的吃 會比較好一點 對 它就真的很有嚼勁 很香 QQQ的 而且這個油飯還有點 媽媽的味道 我媽都會蒸油飯來吃 然後她會加一些那個肉 那個雞肉 然後整個吹起來就很香 加雞肉 你說的是你滿月的時候吧 你是講錯了還是一般家 沒有 還是 他也是糯米 可是他是好像蒸的 新肉蒸他會有味道 對啊 他有避寫一下 有時候這樣 沒錯 摔不過來 對啊 我說媽牛切肉是不是 割肉胃鷹 兒子還是自己的好 不管是什麼品種 對 什麼狀況對不對 我們都可以弄它對不對 所以這個油飯 真的像我們從小吃油飯 這個油飯真的算特別 這個飯好吃 一點都不油膩 所以這個厲害 所以他叫你去就吃這樣一碗 對 你不要 你們不要人 你們真的不要人 康哥在開玩笑 這是真的 我去都吃兩個大碗的 對 所以他一來就是這樣 阿翔有拿 從下面就拿一個 你看 來 太溫馳了 好 好 謝謝 謝謝 接下來這個不可能 謝謝 有我們那個Model云 謝謝 謝謝 謝謝康哥 Model云 人家是金斗云 他是Model云 就是一片白云 是 你推薦的就好吃 怎麼說呢 因為你對不對 你也算是老饕級的 以前都跟著你吃嘛 對不對 對 今天我們介紹這個是 這個叫米苔木 米苔木 米苔木 它也是米下去 台灣道地小吃 對 台灣道地小吃 沒錯 然後呢 然後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呢 紅燒大腸 紅燒大腸 一般我們吃到的是滷大腸 然後這紅燒大腸呢 最厲害呢 它是呢 它香味是一定有 但是呢 它Q 軟而不爛 Q而不會太韌 對不對 你懂我意思嗎 有時候那個大腸有沒有 太有嚼勁也不舒服 對不對 好像在嚼橡皮筋一樣 那這家店應該 它的味道來講 算是古早味 只要是你是台灣人 絕對都能認同 後來我之前帶老外去 他吃的也是下下價 他說開心 真的 舒服 這個大腸好吃 好吃 好吃是嗎 對啊 那我為什麼會去這一家吃呢 為什麼 其實在十五年前吧 那時候剛好在林森北路那邊喝酒 那喝酒 有時候我們就 就是拍完那個情侶北海岸之後 沒有 情侶北海岸是二十年前拍的 對對對 二十年前不是這一 謝謝 然後十五年前那我喝酒 喝酒完了之後呢 肚子餓 會肚子餓 我朋友就帶我去這一家吃 好 不得了 屌住 對 因為而且你知道嗎 像現在冷冷的天氣 在喝它 它這個湯 舒服 整個都暖在心裡 舒服起來 它這個湯頭厲害 它這個湯頭真的厲害 米蘭姆Q 你吃的習慣嗎 QQ的 對不對 那個麵 對對對 那你們有沒有吃到這個 有 有 這個對 它是魚裡面的一種 一種 你們吃魚嗎 不是魚啦 什麼魚 不是 不是 不是講魚啦 對 我想說什麼是便宜 對 因為有時候 老公你知道不吃內湯 我都 你怎麼樣 我要講你一條 很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對不對 對啊 你好 好像冰箱一樣 冰箱 冰箱 對 有一點冷掉了 有一點冷掉了 其實它熱的時候是更好的 你吃的習慣嗎 他什麼都好吃 對啊 隔壁的吃 他最習慣 他應該說最習慣 他最習慣 其實日本跟我們 他的米萊木 在米萊木裡面算粗的 對 因為他 算比較粗的 比較粗的 對 而且我喜歡它 其實我買回家 有時候沒有吃完 對不對 我隔天再把它熱一下 還不錯 因為他有放太北粉 他吃起來 太北粉 太北粉是哪邊 太北粉 太北粉 太北那邊運過來這邊 很貴 最近在南部拍戲 對 我剛剛講到 那裡Q啦 Q啦 耐煮 耐煮 第二樣 這個不簡單 其實台灣呢 這個 紅豆圓仔湯很多 好 怎麼樣 感受怎麼樣 好喝 好喝 他在哪裡 他在哪裡是不是 他在那個南機場裡面 中華路 對 中華路二段 厲害 老饕級的是在這邊 南機場的夜市有名 有名 很多好吃的東西 餃子也好吃 對 現方現下 八棟 第八棟的八棟 就以前中華商場的第八棟在賣 不是 不是 他以前那邊呢 南機場我記得那邊好像國宅 國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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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棟到第十二棟 他在第八棟 常識就住那邊 常識 對 吃起來怎麼樣 沒有很甜 所以真的 剛剛好 我不習慣 你不喜歡 你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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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喜歡 是不習慣 不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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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通常吃 鹹的紅豆 甜的 鹹的紅豆 鹹紅豆 鹹紅豆 他們的主食是那種豆子嗎 對 他們是吃紅豆飯 炒紅豆飯 他們早上都吃 是這樣啊 對 中華北州他們都是鹹的嘛 對不對 鹹的 怪怪 做到甜的你們不習慣對不對 你剛剛喝的時候以為是鹹的是不是 對 真的啊 其實是鹹的 是你的味道有問題 喂 嚇人家 對 其實我覺得日本的 我覺得小青鳳他比較厲害 從頭到尾都好吃 他沒有一個男子 多好吃啊 畢竟他是我們東方人 對 因為東方人比較好 比較多一點 可以加嗎 好喝 他吃東西了 他吃東西了 對 他吃東西了 他吃東西了 他全部OK 所以你下次跟小哈去 他們就是一碗這個 一碗這個來 那你順便給烏克蘭一點 就握手言和就算了 對啊 今天就這樣才吃 不要挑撥 他會這樣了啦 後面兩位吃這個紅豆湯 也習慣嗎 很好很好喝 好吃喔 對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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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沒有講超過兩個字 對 人家才來一個月嘛 而且你看 他吃了整個人都暖起來 有沒有 整個臉紅通通的 可愛 好 如果你今天介紹這個 真的是 冬天裡面真的太適合了 而且我為什麼會 後來會很喜歡喝這個 這個 這個湯圓 為什麼呢 因為我之前不是瘦了之後呢 我的整個飲食習慣都改變了 是 我喜歡喝這個 其實我這樣喝一碗就好 對 而且他有湯圓 湯圓是糯米做的 是 那糯米做的有爆竹感 是 沒有 我吃到現在我快要吐了 真的嗎 你為什麼就變那麼小的 你去哪一家切的 那湯圓厲害 厲害 一點都不膩 對 一點點甜味 然後那個湯圓有Q 口感很好 對不對 肉煮得很化 還有 山豬 山豬要我們介紹的 怎麼黑黑一片呢 就是台灣的傳統美食 東山鴨頭 哪一家的 哪一家的 這個是饒河夜市的 外國的朋友來 想要推薦他們吃一些 就是比較台灣道地的 可能外國沒有的 所以東山鴨頭我想了一下 外國應該沒有 但是鴨他們又敢吃 對 看一下他們現在有三位都不動的 這看起來 這看起來雖然有點黑 可是它是糖 糖 然後下去炸 炸完之後才會變成這個動作 有一點辣 有一點辣 有一點辣嗎 沒有辣 不會不是辣 甜甜的 其實他們會不會把它看成木炭 不敢吃 而且感覺很硬 硬 硬是硬 是硬 這個在家裡看電影或是看電視 無聊的時候可以當成這樣吃 很好吃 沒味道 沒味道 沒有味道 它像是豆腐 很像豆腐 等一下 你說什麼 很像豆腐 像 這個是豆腐 有一個是豆腐 那個是 豆干 像誰豆腐 米糕 這個是豆腐 米做的 肉 米糕 是米的嗎 這個是用米做的 米學 米學 學 聽到血臉直到大便 外國朋友吃得下去嗎 白雲現場開靶 外國妞羞得臉紅 這個康哥媽媽超愛的 這個好吃 它的醬 對 它的醬 然後還有它的花椒 它的花椒 好像很特別 我還沒看過這種的麵 沒有看過這種的麵 但是味道真的也挺 國光 幫忙 很像豆腐啊 像 這個是豆腐 有一個是豆 那個是 豆干 米糕 不能講血 米 米做的 米做的 肉 米糕 是米的嗎 米做的 米 他們好像聽得懂中文對不對 還有豬血 豬的血 他的血 然後我會發現這一間 是因為那個 之前有一個女朋友介紹 他說這一間很好吃 所以我現在每次 你有交過女朋友 有啦 而且每次你們都有經歷過 你們都知道 經歷過 經歷過什麼 他幾公斤 他幾公斤 幾公斤 瘦瘦的 對啦 瘦瘦的 因為基於優生群 我會找瘦一點 是 所以這是 對 聽說很便宜 而且 算滿便宜的 而且他炸得很酥脆 對 就是他的那個嘴巴是可以 咬 然後很快就化掉 其實不要看這個小吃 他們也是有火猴的 也是有功夫的 一個小吃也要好幾個小吃 才會成熟成熟 感覺他應該有用大火下去炸 所以他的 才會那麼 對 他這個是 他有層次 就是 很酥 你講人家露啊 不是露 沒錯 很酥脆 他是不是這些東西講人家露 對 寄得露露 他的台語 台語 台語露 來 接下來這個厲害喔 接下來這個 花生湯 花生湯泡餅 弄一點 也是饒河夜市裡面的 這個冬天是什麼正點 對 我一開始 以前我們都小時候 騎摩托車有沒有 騎到夜市 他的手都冰的有沒有 趕快去來一碗 然後熱的花生湯 然後暖暖身子 這個我會知道 是因為我之前就是 跟逸祥 逸祥 逸祥去就是 收工 收工之後去 去吃那個芒果冰 芒果冰 夏天是賣芒果冰 我覺得很好吃 然後冬天我發現 他有在賣這個東西 泡餅 然後我就好奇問老闆說 這是什麼 他是台灣的傳統美食 好香喔 對 花生好香喔 他原本都可以加在那個 花生湯或是杏仁茶裡面 杏仁茶 對 所以那 他跟那個花生湯 是滿配的 而且 好吃嘛 對不對 我推薦的啊 好酷喔 好酷喔 這個花生湯好吃 真的很好吃 而且 他泡餅原本是 原本是酥酥脆脆的 他是用麥芽做的 然後放進去裡面 他會開始 就是吸了一些水分之後 會開始軟 有點像那個 酥皮濃湯 對 對 台灣的甜的酥皮濃湯 我覺得剛剛那個 豆豆比較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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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豆的 因為這個比較甜喔 對比較甜 花生湯會甜甜 你有喝嗎 有 你們的花生是不是也是吃鹹的 沒有 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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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可以啦 所以 所以他說 那花生湯確實會有點甜 因為這個 泡餅它是沒什麼味道 對 它在增加那個口感 瘦瘦瘦瘦瘦 你也滿會吃的嘛 對啊 你略懂 繼續啊 繼續 好 介紹啊 還沒吃到 接下來講這個筷子 這個筷子是什麼意思 這個筷子有沒有 他是阿里山 阿里山的香腥 阿里山的香腥 阿里也是太厲害 真的 來 下一道 謝謝 山豬推薦的東山丫頭 對外國人來說 似乎有點震撼 但花生湯泡餅 則博受好評 接下來楊子儀 會推薦什麼美食 給外國正妹們呢 這個康哥你已經超愛 這個辣的 它這個呢 你絕對沒有辦法想像 它其實是網購的 自己煮的麵 對 而且它厲害 它是官廟麵的 另外一種做法 它是那種手工的麵條 寬麵耶 對 它是斷麵 但是因為我們 幹什麼 哈孝遠 因為他剛剛分給他那一點 你是不是要吃光 那不夠了 因為食量太大 因為我們出外景的時候 其實我們去那種非洲國 誇張 這麵真的很好吃 對 去非洲國家 辣的 超容易斷掉 辣的 然後這是我們那個時候攝影師 他自己撕袋 然後被我們抄出來 然後結果吃了以後 我們到現在就是 那邊非洲的台商 都還是會跟我們 請我們幫他們訂 寄過去 對 它這是老爸拌麵 這個是麻辣口味 我記得麻辣口味 好像是網購第一名吧 它的醬 對 它的醬 然後還有它的花椒 它的花椒 它的麻油 它的麻油很香 然後重點是 它這個寬麵 因為一般來說 我們吃那個關廟麵 都是那種細麵 對 可是它是特別做那種寬麵 所以它那個辣很平均 對 然後現在康哥要吃這個 烤雞腿 烤雞腿 這是在以前 等一下 這個有什麼特別呢 這個很香喔 對 這個是我以前小時候 我姑婆住在永康街 我小時候 姑婆 對 姑婆 住在永康街 然後每次去姑婆家的時候 她都會買這個烤雞腿給我們吃 可是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時候 搬到 永和 熱華夜市那邊的 不是啦 他在那邊拔妹 拔妹啊 拔妹啊 拔妹 不是... 你們打的麵這麼辣 辣到辣到受不了 那我看那隻一直伸 伸到手都痠了 我就想好心 所以你就知道打雞是不是 你剛剛手都伸出來幹嘛 喂 打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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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真的很辣耶 真的很辣 真的 我練到紅紅的 對啊 米 對啊 但是我覺得 就是它真的很特別 我還沒看過這種的麵 但是味道真的有點辣 對 但是我看到你本人 你比麵還辣耶 這個麵有幾種口味啊 這個麵有幾種口味啊 這個麵三種口味 三種口味 然後現在有一種是蔥 我只錯過兩種 一個是就是麻辣的 然後一個是蔥油 蔥油清香的 最清香的 那個是第三名我記得 這個好吃是好吃 對 另外一種口味我沒吃過 你這兩個都很正 很照地 這個乾麵不管是清香的 或是麻辣的 配一碗蛋花湯這樣 對 是不是 我們在國外的時候 斷糧的時候 我們去吃這個 你怎麼一直斷糧 沒有 因為我們去到 非洲國家 你在討耐著 他那個地區怎麼樣 我們只要出到外景 我們去做雨林 就是猴子啊 山腔 你根本不敢吃 這個怎麼吃你知道 拿這個煮麵對不對 煮完以後麵湯流著 然後吃完之後對不對 這個汁不要洗 把湯倒進去 湯倒進去 然後就加點蔥花 蔥花 超正典 你好會吃喔 真的 他是不是可以打一顆蛋黃 這樣下去這樣 可以 哇 這後面有太多吃 怎麼可以吃 還不等啊 對 我在這裡等你去買單 難怪喔 難怪那個誰 雪恩都這樣吃 對 你Q了耶 還可以這樣吃 沒有 我都忘了耶 你已經太美食了 你整住了半小時了 你怎麼還會在那個時候 到最後的這段 破口會剪在最前面嗎 你為什麼要這麼在意 我們也是朋友啊 對啊 我們也是朋友啊 你在家裡 那曲哥你說什麼 你一定有聽到那個說什麼 曲哥說什麼 讓KID反應這麼大 外國這樣咧 啥都不敢吃 在台灣他怎麼活 火光 幫忙 他是不是可以打一顆蛋黃 這樣下去這樣 這樣 可以 生老湯 那後面太多吃了 可以吃 有蛋啊 我在這裡等你去買單 難怪喔 難怪那個誰 雪恩都這樣吃 對啊 你Q了 你Q了 我都忘了耶 前面遇到我一生了 你整住了半小時了 你怎麼還會在這個時候 到最後的這段 破口會剪在最前面嗎 你為什麼要這麼在意 我們也是朋友啊 對啊 我們也是朋友啊 你在家裡可以下面可以 你自己說要蛋 你知道嗎 你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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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你在家可以下面給許惟恩吃 兩顆啦 不囉嗦啦 所以他剛剛說要拿兩顆在裡面 要煮一下 另外是沒機會煮麵給他吃啊 那我下面給你吃 來 來 喂 而且我覺得這個麵喔 挺好的 因為如果你技術不好的話 煮久了一點它也不會脫掉 它不會爛 對它不會爛 對 這烤雞腿也很好 這烤雞腿也很好 這烤雞腿也很爛 因為其實我發現就是國外的朋友 他們來 尤其是女生朋友 他們就很怕吃炸的啊 鹹酥雞 但他們吃鹹酥雞 其實他們會覺得太熱 那烤得OK 烤得OK 因為它沒有加其他的油 它就是原本本身雞腿的油 很香 怎麼樣 你覺得雞腿怎麼樣 而且又脆脆的 脆脆的 我感覺日本人吃烤得很厲害 對 他們在串燒糟 對 喜歡嗎 好喜歡這個味道 Venna終於敢吃了 掌聲鼓勵 好吃 今天的 今天這個我們 烏克蘭的朋友不敢吃啊 不敢吃什麼 雞腿 這個終於敢吃 雞腿 這是你鬼敢吃的 你每天吃什麼 你來台灣都要等肚子啊 你來那麼早啊 到後面終於 你喜歡吃台灣的什麼 小籠包嗎 小籠包 小籠包 沒有 你每天吃小籠包 每天吃小籠包 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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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餃子跟包子啦 包的東西 烏克蘭也是韓代國家嘛 就像我們北方人啊 都沒有吃什麼 面食 才會飽 OK 相信你們也吃得滿快樂的 有一些東西應該沒有吃過 好 希望你們 好飽耶 好飽 紅豆太多了 一鍋耶 一鍋耶 各位真的很用心 這是一些細心的男生 謝謝 謝謝 好今天謝謝各位參加國歌棒 謝謝 謝謝